西伯来书第十三章 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和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你们存心不可谈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 因为人心靠恩德兼顾才是好的 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 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 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 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送葬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是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就与你们无异了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 愿以凡事按正道而行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 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永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们 我略略写信给你们 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你们该知道 我们的兄弟提摩泰已经释放了 他若快来 我必同他去见你们 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 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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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